这里就是我们在小学课本中学过的 司马光砸钢的故事中的主人 司马光的墓 那么您知道司马光砸钢救的那个小孩 他到底是谁吗 今天墓子呀就来到了山西的运城 在这里带大家去一探究竟 有人说呀 司马光砸的根本他就不是钢 那么他砸的到底是什么呢 在宋史中有明确的记载 取而戏于亭 一耳登瓮失足跌没于水中 众皆弃去 光砸时机瓮破之水泵而得活 他砸的呀是瓮 在唐代呢 有句成语叫做请君入瓮 这个瓮的口呀 当时呢是比较小的 而且度呢一般呀是特别大的 装的水呢又特别的多 而钢的口呀 它是比较大的 跟这个瓮呢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反差 那么这个瓮为什么后来我们把它写成了钢呢 可能呀就是为了让孩子能够更好的理解司马光砸钢的这个故事 所以呢把瓮就写成了钢 那么当时司马光砸钢救的这个孩子 他到底是谁他又叫什么名字呢 这个人的名字呀他叫做上官上光 他的原名呢叫做上官上 被司马光救了以后呀他干了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把他的名字呀当时给改了 在他名字后面呢加上了一个光字 就是希望全家人都知道司马光这个人救了他 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在城边立了一个纪念庭 来极好的弘扬这件好人好事 希望大家都能够向司马光去学习 那么第三件事情是什么呢 他当时把这件事情写进了他的祖谱当中 希望自己的子孙后代呀都能够世世代代的记住 司马光救了你的爷爷 或者是你的爷爷的爷爷来弘扬这件好人 还有好事 让他们要懂得感恩 一直呢把这件事情要好好的传承下去 那么司马光砸钢这个故事呢 也是在告诉我们教育孩子呀 一定要临危不惧随即应变 在危难面前呢 一定要让我们的孩子呀懂得挺身而出 那么您对司马光砸钢有什么其他的看法吗 欢迎写在评论区 下个视频带您继续参观中国四大名楼的贯却楼 我身后这座山上就是世界上最大的观光铜像 这也太大了吧 很多人呢都是站在这里咔咔的拍几张照片就回家了 其实观光里面呢暗藏了很多的数字玄机 尤其是呀观光那把青龙掩月刀 是不是很多人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刀呢 观众木子今天啊木子呢就爬上这座山 带您去看看观光是如何从一位普通人 慢慢走向武圣跟孔子齐名的 走了 哇终于上来了 快来看看这也太高了吧 我站在下面呢像只小蚂一样 据说能见到他的人呢 此生都是幸运的 为了建造这座世界上最高的观光铜像 用铜一共达到了五百余吨 钢材两千余吨 混凝土一万八千余吨 别问落地价是多少 对山西人来说呢 祖先的文化是无价的 这就是光光的脚 大家快来看一看 比一个人呢还要高 俗话说的好 光光脚下走一走 好运连连到永久 祝福看到这个视频的家人 好运连连 咱们家人可以把好运连连写在评论区 这边呢就是光光的青龙燕月刀 桃园结义薄云天 燕月青龙刀刃寒 一记绝尘走千里 五官斩将定乾坤 古话说的好 别在光光面前耍大刀 您看呀 这就是光光的青龙燕月刀 锋利无比 是不是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刀呢 巨型无比 这座巨型铜像坐落于中条山上 遥望着故乡的炎湖 光光铜像高61米 代表光光享年61岁 底座高19米 代表光光在家乡生活了19年 光光啊叫关羽自云长 出生于公园的160年 是山西省运城人 相传在年轻的时候呢 光光特别的喜欢打抱不平 失手杀死村里的恶霸吕雄 而远走他乡 后来遇到了刘备 张飞之后呢 三人呀 桃源结役 并且发誓呢 要辅佐刘备 匡扶汉事 随后便追寻刘备 灭董卓 破袁绍 占吕布 退曹操 屡见战功 实现了魏 蜀 吾 三足鼎立的局面 人生呀 从未败比 也被人们称之为 常胜将军 后来因为呀 大义失荆州 而败走麦城 悲壮去世 古话说忠义不能两全 而关羽却做到了 他的忠义 被后世流传千古 被历代帝王追封 清代史 被封为了古圣 与文圣孔子齐名 如今关公 已经是名义全球 全球各地呀 只要是有华人的地方呢 就有关公的故事 一直在流传 我们呀 不仅呢 从关公身上 要学习 为人处事的原则 和品格 还要像他一样呢 忠于国家 忠于人民 做事呢 要有勇有谋 有保卫国家的精神 为官二爷 点个赞吧 关注目子 下个视频 带您去看 历史上的青龙眼月刀 这里就是 所有男人做梦 都想拥有的 山西王家大院 他比故宫呀 还要大将近两倍 是目前世界上 最大的古代宅院 房间呢 就有一千多间 每天呀 住一间 三年在这里 你都住不完 观众目子呢 带您走进 被誉为 山西的紫禁城 据说他家呀 有很多很多的宝贝 让世界呢 都为之震撼 跟随目子 一起走进 山西的 王家大院 走吧 看看这里呢 就是王家的一个院墙 这呀 哪里是院墙 他简直呀 就是城墙了 然后在这里呢 大家看一下啊 这就是王家的 一个大门了 要我说呀 他就是一座城门 估计高度呢 的将近十米左右 而且呀 还是双层的保护 外面一层 里面呢 还有一层 然后这个呀 就是他们家的一个门铃 在当时这个门铃呢 不能随便乱敲 要这样敲一下 然后再敲两下 如果一直敲的话呢 那就是爆丧的 这条道呢 就是他们王家的一个跑马道 这也太长了吧 在中国所有古代的大宅宴当中呢 这么长的跑马道呀 我呢 还是头一次见 王家的创立者呀 叫做王石 以前呢 是卖豆腐发家的 这就是王石后人住的地方 你看 他们家的门槛呀 是非常高的 不愧是呢 有钱人家 我告诉你呀 卖过去的是门 卖不过去呢 那就叫坎了 跨过这个大门槛之后呢 咱们呀 抬头看一下 在这个院子里面 首先呢 要了解一下 这块匾额 叫归圆举方 你看到了吗 那个举字呀 多了一点 意思呢 是在告诉后人 规矩多一点 麻烦就会少一点 在这个正方形的院子当中呀 他摆了一个圆形的水缸 是在告诉我们 要方方正正做人 归归举举办事 没有一丝的圆滑 是呀 做人的一种本分 是为人处事的规范 那么在过去的时候呢 这个缸里面啊 他要装满了水 因为呢 水是主材的 这里呀 几乎呢 都是木制建筑 所以他呢 还有一个灭火的功能 同时呢 也被称之为门海 在山西呀 家里面呢 很多都会放上一口缸 缸越多 那么家里的钱呢 也就越多 这屋子就是曾经 主人呀 生活的地方 悄悄的告诉你呢 里面还有一幅 非常昂贵的字画 这就是刘罗锅 刘庸大人 亲笔所书写的字 都在这里面 请看 这就是刘庸的原创手稿 在这边上呀 还有一幅呢 大清的万年 一统天下图 你知道吗 在清朝统治时期 这个领土面积啊 是相当大的 在康熙皇帝 鼎盛时期呢 达到了是 一千三百万平方公里 那么到了乾隆时期呀 整个大清朝的 领土面积呢 达到了是 一千三百八十万平方公里 当时的版图呢 它就像是一头牛 这个就是王家大院的 充电桩 也是王家大院的 停车场 在以前呀 来王家做生意的时候呢 不管是生意 成不成 只要你的马 拴在这边呢 九十八号的草料呀 就给你填满了 给马呢 洗个澡 马蹄子如果生锈的话呀 再给你呢 去修一修 不管你这生意 成不成 这项服务呀 是必须要安排上的 就像现在的免费 汽车一样 所以王家呀 生意做的大 它呢 是有原因的 边上呀 还给你垫上一块 上马石 你的等级呀 越高 那么上马石呢 就越高 如果等级 比较低的话 那么这个上马石呢 相对来说 它呀 就是比较低一些 王家能够经历三朝 几百年不衰 靠的呢 就是两个字 教育 这个院子里呢 就是王家孩子呀 读书的学校 那么这个竹门石雕呢 是整个王家大院里 最值钱的东西之一了 咱们呀 看一看这里 这里呢 相当于竹子的根 寓意着呀 王家的孩子呢 要打好 坚实的基础 因为竹子呀 它呢 是三年扎根 然后呢 像竹子一样 虚心 笔直的生长 最后呀 考取功名 然后呢 洗上眉梢 成为国家的栋梁 咱们呀 在走过这个门呢 就是王家孩子 读书的地方了 以前呀 大户人家的孩子呢 是不需要出去读书的 他们会把这个读书的先生 直接呢 请到私塾里面来 在家里呀 直接上学 咱们抬头看一下身后 这两个字啊 叫做养正 天地正气 涵养正道 在王家私塾当中呢 还有一样东西呀 更加的引人注目 这里呀 有两只呢 猴子盘旋在一起 代表着是 被被封猴的意思 这个小猴子呀 用手呢 捂住了耳朵 是要告诉你 他们家的孩子呢 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读圣贤书 所以教育呀 才是让一个大家庭 能够兴盛致富的 唯一秘诀 这边呢 是王家大院的南门 一般呀 他是不轻易打开的 除非圣旨来了呢 这个南门呀 才会打开 所以牧子来的时候呀 他就不是 从这个门进来的 因为我呢 没有那个级别 在这个边上呀 他呢 有一对石像 这个石像 你注意到没有 很多银行的门呀 也会摆放石像 那么这个鼻子呢 它是往里面勾的 告诉你钱呀 要往银行里面存 但是王家的石像呢 它恰恰相反 鼻子呀 它是朝上的 代表什么呢 鼻子朝向 也叫做吸财像 吸的呢 就是天上的财 再看看他们家的狮子 在这边呀 王家大院呢 还有一对狮子 牧子看过很多的狮子雕刻 从来没有看到过 狮子腿呀 往后蹬 这个俯冲向下的狮子 是镇宅的 这个代表着是 扑石能够呢 扑灭灾难 扑灭不好的东西 所以这个狮子呀 它是往下的一个状态 这个王家大院呀 它也实在是太大了 里面呢 有很多很多宝贝 那么一个视频 咱今天也拍不完 观众木子 下个视频 继续带您探寻 王家大院 一类价格 冻里面 我做了一个 这一个 其 好